现在很多的房子是越盖越漂亮了 以前人家不是会批评说 台湾的房子怎么都盖那么丑吗 但是有人解释说 当年政府撤来台湾 可能没有觉得说是 可能觉得说是暂时的 所以对于这整个的市政规划 对于整个的建筑 没有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现在不一样了 越来越漂亮 是不是也扎越来越多的钱去盖房子呢 但是很多公家机关的大楼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连新北市长朱立伦都点名了说 有几栋也实在盖得太丑了吧 板桥市穿路的台电大楼 外形相当朴素 中规中矩 不过现在却被批评 很丑 不会啊 还好 怎么说 他都干很久了 起码十年以上了 黄芒正正的好啊 其实不止台电大楼 其他新北市内 像是玻璃市大人办公的派出所 打火英雄建筑的消防局 民众记性常进出的邮局 连工办民营的中华电信 这些机关单位大楼 现在全被批评 没设计感 但是他却用那种 三四十年来 大家认为最丑的建筑去盖 第二个品质 也是用最差的一个品质去盖 然后第三 他的建筑的成本 却常常是比一般民间的成本高 也南桂竹立伦火气很大 任内几项重大建设 包括新庄运动公园 地下水工程 还有最近才开放的乌来停车场 都得奖了 如何让公家机关建筑 既美观又实用 并非不可能全看主事者 有没有心 有的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会很好奇 我是那个设计师 或者是那个建筑师 会不会觉得很惭愧 使用性也是蛮重要的 为民众的服务 为他的服务 服务的态度很重要 打造美丽新北市 在2014年前 朱立伦或许有急迫感 不过对民众来说 日子好不好过 政府能不能运用预算 好好为民服务 或许比较有感 最近我们是黄木箱 新北市报道